停止政治追殺 停止政治追殺 休把補強 保護而上 保護而上 五位國民黨台北市區域立委 王洪維、徐巧新、李彥秀、羅志強 以及賴世保一起呼喊口號 會因幼兒園性侵案 民進黨對蔣萬安的批評 王洪維表示 民進黨稱蔣市府一年來通通沒有作為 這完全是不實指控 徐巧新表示 他在2023年8月12號 就針對此案舉行協調會 當天除了教育局副局長外 社會局、附幼隊都在現場 他也要求市府要用最嚴厲的行政採處來處理 112年7月 蔣市府第一次接獲通報 到112年的8月到9月之間 這個蔣市府當時做的一個處分 包括對於負責人罰60萬 而且他終身不能夠擔任教保服務機構的負責人 對於行為人 也就是這位狼師 也罰60萬 而且終身不得擔任教保服務人員 另外對於發生這件事情的幼兒園 也立刻廢止他的設立許可 好所以最近民進黨一直在攻擊說 蔣安安他們接到通知之後 一年來通通沒有作為 這完全是不實的指控 我們台北市幾位立委 我們會全力的來推動修法 包含我們會共同提案 共同修法 把這個事件我們所得到的救訓 我們所希望能夠強化整個的管理 積合還有處分的法令的部分 我們會推動修法更為完備 在這場協調會之後 我們達到了幾個共識 第一台北市政府要用 所有市府的行政財法裡面最嚴厲的方式 來處理本案件 第二因為涉及 隱私的關係 所以在調閱監視器的時候 我們採取一對一 我們採取一對一的方式 所以教育局 立刻的進駐了幼兒園 所以這是我在協調會之後 所發給台北市的質詢記錄 裡面完完整整的記錄了 市府後續的處置 也包括他們有做行政調查 所以今天民進黨的記者會 他寫了一百一十 他寫了二零二一年 也寫了二零二四年 但二零二三年市府所有的財閥行政報告 一對一的輔導跟協助 還有帶他們去看監視器畫面等等 還有停止解聘 關閉幼兒園以及這些人 他終身不能再擔任教導員 等等的市場為什麼完全被漏題了呢 為什麼要故意去刪除 中間台北市政府有做事情的記錄呢 記者會上立委李彥秀則是呼籲民進黨立委議員 不要再拿孩子的痛當政治鬥爭的工具 立委賴市保則強調台北市國民黨立委會認真推動保護兒哨修法 提高行政財閥額度與行責 而立委羅志強也提出三點看法 呼籲要還原事實嚴懲狼絲即刻修法 那民進黨你可以說 今天我們還要做更多 但是你不可以去抹黑蔣灣沒有做事啊 跟中間市民進黨有個說法也很好玩啊 他說什麼 他說2024年蔣灣什麼事都沒有做 我告訴你這句話對蔣灣是個讚美為什麼 蔣灣實際上的行 蔣市府在七月接到的處分之後 他不用等到2024年來做事啊 他2023年就已經做出非常重度強度的處分啦 所以民進黨說2024年他沒有做事 我覺得是對他而言反而是一種肯定 為什麼 事情是持續做最強度的在2023年做以後 2024年是延續2023年處分繼續做嘛 未來我們會再一次的修正教保條例 抵照現在的性供法 也就是第一時間主管機關可以在調查期間就介入調查 在第一時間也可以把教保員停職 不用等主管機關 不用等待機關自行的停職 也就是不用等員方主動的停職 也在第一時間我們地方主管機關在調查時間 就可以第一時間就可以停職 另外為了防範這些狼屍到處流竄 我們未來所有的機關在停職調查的期間 就可以把所有這些有問題有可能有問題的狼屍 我們地方所有機關就可以同時列管 而且可以通報到全國所有的 全國所有的教保相關的單位 我覺得這個是讓孩子在學習的環境當中 沒有任何時間 可以有任何死角 我們接下來要修法的方向 我相信發現這樣的事件 我們身為家長的我們 跟全國所有家長一樣都非常的痛 完備立法的不足是我們在下個會期 這個會期今天已經是最後一天 我們會立即的修法協助地方來把所有的兒童的防護網 把它補足齊全 我們再次呼籲民進黨相關的人士 真的要進行政治鬥爭的時候 請把事情弄清楚 提供老百姓正確的資訊 不要提供的資訊都是 這個錯的 哩哩踏踏的 這個這樣子讓人家瞧不起 那麼最後一點 我強調的是 我們現在看到 其實相關的法 我們都已經有 但是呢 你就發現到這個案子 已經幾年了 民進黨現在就案重提冷犯熱潮 有一個單位剛才巧信心講的 司法單位 檢察官 這個案子辦得怎麼樣 我們就要問 司法單位 對這樣子 跟阿少權力 高度相關的 這些犯罪者 這些相關的單位 你們處理的進度如何 應該盡速地 把它完成一定的調查 最後國民黨立委一同宣示修法方向 提出四項重點 並強調 兒少三法應修法一致 重罰且敬業 透過修法補強 真正落實兒少保護 記者李奇慧 台北報導 小唾 保護安守